最近不少真人秀陆续进入收官阶段 包括持续热播了一个多月的披荆斩棋的哥哥也进入了后半段 在陈小春、张志玲、严成旭、张琪以及赵文卓等大批优惧男性的加持下 节目不仅话题度居高不下其口碑也是远胜浪解 无疑是本年度最受观众追捧的真人秀 按照赛程第五场公宴是成团直播夜前的最后一次录制 也就是半决赛比拼是成团前倒数第二道门槛 而武功也早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不说别打光是看点就太多了 哥哥们全部都使出了浑身解数 到了拉票环节 一只花组直接上演了一出杂技团表演 全员拖着行李箱出场帅气十足 但接下来却是从包里掏出砖头开始花式杂专秀 其他还有很多哥哥们都展现了好多以前都没有展现过的才艺 比如听说李响掉了威亚 张静撞了玻璃 李莹志炫也首次尝试说了rap 还有赵文卓弹了古琴 这两位感觉有一点反差萌纳 尤其是赵文卓一身正气弹古琴 画面光是想一想就很有趣 还有小白也弹了琴 李云迪也是边弹边唱 在给电影的情书表演中 张志玲白胡子造型出场 现场很多人都是累流满面 还有张静祖全体空少制服出场 跳舞又帅又酷 因为这次公演是节目最后一次公演 本场哥哥们还给台下的大众评审们扔了礼物 有人就抢到了某位哥哥人的T恤衫 已经开心到爆棚 五公里大看电出了哥哥们的舞台 还有嫂子们的加盟 大概是芒果台听到了广大网友的心声 邀请了五位嫂子来到公演现场 他们分别是蔡绍芬 应彩儿 袁永怡 以及赵文卓的妻子张丹露和张琪的妻子韦佳 张静在给电影的情书里开场表演 冲破玻璃的危险动作 蔡绍芬当场心疼掉泪 采访中讲到张静当舞生这些年落下一身的伤 为了不让自己担心一直说没事 五公录制时间是9月25日 当天是赵文卓女儿的生日 赵太太说女儿在国外读书 已经四年没回家过生日了 全场给她唱了生日歌 赵文卓哥哥热泪满框 真的是铁汉柔情 网友总结就是这次狗粮吃的宝宝的 妻子们的到来更像是拉拉队 自动分成了两队 人气更高的蔡绍芬 应彩儿袁永怡成为一队 为张静部落加油 而张丹露和韦佳 则为李承炫部落加油 张其化身宠妻狂魔 泰太每说一句都赶快赶在后面解释 赵绍芬 应彩儿 袁永怡 都是娱乐圈的老人 竟然怪了大场面 再加上他们都是性格外向 活泼腻挂 拉起票来也是不遗余力 应彩儿还是活泼热情 开场还是内置 我是陈小春的老婆应彩儿 袁永怡重现了 往事只能回味舞台中 张志玲经典的扭胯动作 赵绍芬的普通话 还是一如既往的油梗 竹芬虽然没能来 但是让赵绍芬送上鼓励祝福 你是我的英雄我爱你 张静张志玲出场演唱 棋子团就集体饭花痴 袁永怡称赞张志玲亮仔 赵绍芬更是彩虹屁不听 先是一个接二夸张静好棒 之后更是说起了成语 称赞张静将这首歌 演绎得淋漓尽致 词是好词 只不过蔡绍芬的普通话 大家是知道的 他自信难难以为 自己的普通话很标准 在大众看来 却是标准的塑料普通话 他的发言然后他的哥哥们 笑成一团 印材儿更是意高人胆大 现场模仿起了 蔡绍芬的普通话 气得蔡绍芬直接上手 张静就曾经说过 蔡绍芬的塑料普通话 给自己带来了很多乐趣 而这一次 他也确确实实 给现场带来了欢乐 虽然蔡绍芬的普通话 被公然嘲笑 他装做恼羞成怒的样子 跟旁边的印材儿动手 但实际上不过是 朋友间的玩笑 他们之间的互动 也把现场的气氛炒热 一片还生笑语 三位嫂子不均小结 爱笑爱闹 张静跟队友吐槽 我们这边是三个疯子 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言语里的自豪 一点都不少 都是知根知底的老夫老妻 没有甜言蜜语 更多的是相爱相杀 虽然嘴里说着狠话 但心里爱得不得了 张静说自己队伍里 都是三个疯子 张志玲心灵神会 夸对一方的嫂子 团打起端庄 确实相比之下 张丹露和韦佳都穿着一身黑衣服 给人一种生人物尽的距离感 他们也没有夸张的姿势 只是安安静静地 坐在位置上看表演 之所以有这样的表现 还是和他们的性格有关 张丹露虽然也是演员 但是嫁给赵文卓以后 就安安心心 守好大后方 一切以家庭为中心 很少露面 韦佳就更不容易说啦 完完全全地素人 张琦不止一次在镜头前说过 妻子的世界里只有她 由此可见 韦佳也不是善于社交的个性 两位嫂子最明显的差别 就是体现在拉票环节 蔡绍芬 硬材 袁永仪 蹦蹦跳跳 高呼二 气氛高涨 而张丹露和韦佳一脸淡定 最后还是张丹露提议 然大幕哥 韦佳才开始有所动作 大幕说张庆部落 不仅人员配置强 嫂子团也强 果然拿下了 潮人气加能力的队友 还有人气嫂子团这个王炸 张庆部落赢得毫无悬念 不过看完最新一期 披荆斩棋的哥哥 无数观众为李承选名不平 明明在司宫县场赢得第一名 到头来确实赢了个寂寞 分组选人一点都看不出 是赢了的人的迹象 不少网友心疼表示 芒果又有剧本了 而李承选显然拿到的是 被虐的剧本 按照分组规则 李承选部落全员保留 而张静则以超高的 观众喜爱度成为第二位队长 不得不说张静这次票数 能够力压陈小春 赵文卓超出了很多观众预计 或许是为了避免 李承选再次一家独大 这次分组规则明显偏向了张静 节目组直接硬性规定 观众喜爱度排名前六的哥哥 加入张静部落 包括热狗张志玲 陈小春林志玄 高汉宇等 人气超高的哥哥 统一成为张静的组员 李承选在选人上处于劣势 可惜李承选顶着双向第一的名头 自称没有输过的队伍 在选人环节却是步步受阻 人气高的那几位 已经自动划分到张静队伍 李承选只好在剩下的哥哥里 找自己的异象队友 只可惜胡海泉 尹正 白举刚 李响 周延 全都死心塌地地等着张静 李承选在练习室里来回奔波 听到最多的就是对不起 肉眼可见的是 他的队伍配置比张静差太多 看过分组情况 相信不少观众 已经可以提前预料到比赛结果 李承选部落的人气 落后张静部落太多 很难取得胜利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武功比拼中 李承选部落仅赢下一场 而在其他两轮比赛中 都输给了张静部落 组内有两名队员面临淘汰 结果观众喜爱度投票 最终被淘汰的三位哥哥分别是 陈辉 梁汉文 以及瑞奇 其中刚刚反场的陈辉 早已二次淘汰 明显又是输在人气上 除了观众替他感到惋惜 张奇更是再次累奔 表示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要知道张奇和陈辉 同为摇滚乐队的主唱 两人如今的处境相似 有种惺惺相惜的情谊 早在陈辉第一次被淘汰时 张奇就倍感难受 这次又当中了一奔 可见他与陈辉的感情 还有大湾区哥哥们 也首次迎来了淘汰 梁汉文离开舞台 加上已经到了武功 不会再有复活的机会 下一次见到哥哥们的成团之夜 梁汉文才会和所有哥哥 一起到现场 对于梁汉文的淘汰 不仅哥哥们很惊讶 就连观众和网友也觉得很可惜 因为梁汉文的实力还不错 不应该现在就早早地离开 离开的当晚 哥哥们尤其是大湾区 都忍不住上心 包括张智霖 林晓峰等人 都亲自帮忙搬行李 亲自送他离开 哥哥们彼此之间的深情不言而喻 不过这边离开 大家还是可以在 大湾仔的夜继续见的 好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 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 与我们互动 我们下期再见啦